大家好,这里是群星会,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路,所有的荣耀背后都夹杂着无人知道的心酸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每一个普通人,也很适合在娱乐圈打拼的明星们 今天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吴秀珠的人生经历 他这一生过得十分艰辛,却迎难而上值得尊重 有着小野猫之称的磁身歌手吴秀珠,活跃于七十年代 曾淡出一段时间,近来演出剧集《老姑婆的古董老菜单》 和金钟影帝龙少华有精彩对手戏 这部剧是一部美食剧,他在里面饰演的林淑美 打扮十分精致,留着短发,笑容慈祥 虽然法令纹很明显,但皮肤保养得很好 完全不像已经71岁的人 已过古西之年的他还活跃在荧幕上 其实十分不容易 他原本一直都对自己的健康很有自信 直到中风了四次,才不得不注意起身体状况 第一次是在十年前的某天早上 他和往常一样刷牙,当时没什么感觉 直到自己无法漱口,抬头照镜子 水不自觉地从嘴角流出来,才发现嘴歪了 但没有去看医生 第二次中风是一次睡醒后 他的眼睛睁不开,还不断流眼泪 但也不是很严重 而最严重的一次是五六年前 他的血压直接飙升到240 颜面神经失调,说话一压啊不清楚 双腿也无法行走 医生经过检查后判断是脑中风 已经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阶段 当时的他吓坏了 那医生是出了名的能动手术就不开药的 但是他很怕 千拜托万拜托不要动手术 医生说不动手术也可以 但要把烟戒了 还要每天走一万步 当时他连走两步路都困难 更何况走一万步 但为了保命 还是狠心戒掉了已经抽了48年的烟 从一天700步 增加到每天凌晨5点到下午5点 各走两小时 虽然连话都说不清楚 但他仍重拾麦克风到KTV唱歌 从一开始的哼唱 到后来完整唱完数首歌 他日日不倦地复健半年 终于恢复了以往活蹦乱跳的样子 让医生都很惊讶 对此他坦言 自己复健的秘诀就是保持好心情 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比如刚中风的时候 虽然走路有困难 但他依旧坚持去演出 把唱歌跳舞当成一种复健的方式 此外 关于戒烟 其实还和他出演的一部剧有关 2013年 他在大爱剧场《小妹》当中 饰演又爱又恨的酗酒母亲一绝 在剧中 他为了喝酒 不惜和儿子老公要钱 甚至跑去向土地公偷酒喝 这样的角色设定 让他笑说 可能制作人看上我有苍凉感 要我来演这个角色 认为剧中的这位母亲爱计较又逞强 其实是很爱儿子的 因为不希望儿子重复母亲的失败 才要用自己的酗酒诚信 逼儿子离开 去外面再组家庭 很有层次深度 不是表面爱喝酒而已 内心的挣扎更痛 由于角色的行为极度夸张 基本上是把酒当水栽喝 让他很感慨 尽管不会喝酒 但作秀那么多年 各种各样喝醉酒的人都看过 耀眼酒醉不难 他还自爆有抽烟习惯 更自封无寒烟 这一次 接了这个角色 宣布从此戒烟 就连戏中男主角 实验他儿子的陈建龙也跟进 两人笑称 拍大爱的戏都被感化了 至少要做些 对自己和家人有益的事 就从戒烟开始 因为这部剧还有自身的健康问题 他最终还是戒烟成功了 这也对他的身体健康有好处 他的一生过得十分不容易 还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作为吴家养女 八岁那年 别的小孩都还在享受童年的快乐 他却开始挣钱帮忙夹击 最初是在电影院雇车 那时候由何玉华主演的电影 《西北宇红洞》一时 主题曲更是传遍大街小巷 小小年纪的他 就在戏院外面学会了这首歌 继放车辆的人 都被他的歌声所吸引住 连电影院老板也听到了 老板觉得他很有唱歌天分 劝他跟着影片进行巡回演唱 他一口答应 杨木并不反对 还对他另眼相看 没想到一个八岁的小孩 竟能赚大钱 但也从此注定了 未来一生的漂泊岁月 一战又一战 这个小镇一结束 团队又立刻赶往下个小镇 几年后随便登台没落 他又听说军中的乐队不错 便参加了澎湖康乐队 每天进出军营 把欢乐带给士兵们 当时澎湖防卫司令 是尹俊将军 看过吴秀珠的演出后 觉得这个小女孩这么早就离开学校 十分可惜 一度要收她做赶女儿 送她去读书 他虽然不敢欠这个大人情 但也由于尹将军的关心与鼓励 发愤向上 以半工半读的方式 在澎湖完成了初中教育 后来他转到台中康乐队 在那里认识了自己的敌人丈夫 对方是个鼓手 二十岁不到就提前入伍服役 很关心她 常找她讲话 问她冷不冷 吃饱了没 四处漂泊的孩子 少有人关心 这样的嘘寒问暖 让她感动不已 康乐队严禁男女私下交谈 围着要关禁闭 男孩却屡尽屡犯 十八岁的她 不忍对方为她受苦 再加上想摆脱养母多年的掌握 早日有个自己的家 于是答应嫁给对方 婚礼在高雄巨行 娘家没有一个人到场 也没有任何表示 但却来了两卡车 康乐队的团员 说在物质上拿不出什么东西 所以决定表演一场算是贺力 将她感动得边看边流泪 过了几年的婚姻生活 两人生下了一儿一女 不过最终因为感情破裂 这对年轻的夫妻在逐渐成熟下 决定离婚 之后 吴秀珠来到台北认识了金鹏 两人搭档在舞台上又唱又跳 穿着紧身的亮片衣服 厚底高跟鞋 眼睛涂得又懒又绿 夸张得不得了 也因此博得小野猫的昵称 1975年 万国影片公司拍摄一部 有珍珍邓光荣主演的爱情文艺片 未曾留下地址 片中的插曲由左洪源负责 庄奴天词 吴秀珠演唱 当时正是国片飞黄腾达的时候 几乎每部文艺片都穿插几首歌曲 电影卖座 连带也使电影插曲受到影迷的关爱 在这之前 吴秀珠已经演唱了海鸥飞处主题曲 留给影迷深刻的印象 未曾留下地址 让他再次得到发挥 声誉直上云霄 台市公司也立刻安排他与大哥及歌手 于天一起主持歌唱节目 他的个头矮小 人又瘦 怎么看都与美女搭不上边 再加上 他的名字有点吐气 单听名字不见人 可能把他想成 南部带着斗笠 蒙着脸的田庄姑娘 有人问他 为什么不娶个漂亮的一名 叫起来也响亮 他却毫不在意 甚至非常满意父亲当年给他取的这个名字 嗓音宽厚 歌声充满情感的他 唱红的歌曲不少 像《飞跃在我心》 《一轮明月找花香》 都是老歌迷耳熟能详的 作曲家 《左红元》很欣赏他 为他写了不少叫好叫做的曲子 他本身也会谱曲 《谎言》 《妈妈》 一片小小落叶 就是他的手笔 而他在歌坛的万丈光芒 离不开第二任丈夫的帮忙 姚厚生是新歌唱片的音乐制作人 婚后不仅教他唱歌 改变形象 还为他写了《爱不是战友》 这首快智人口的歌曲 把他的歌唱生涯推向高峰 可惜这段姻缘也只维持了几年 到了1984年 他与前花莲县议会议长 于传旺结婚 即退出歌坛 喜尽千华为了帮助丈夫竞选 更是散尽自己多年 在演艺圈打拼的积蓄 无奈苍天有意啄弄人 两人最终还是离了婚 当时吴秀珠还得出了 钱能爱人也能害人的结论 认为一个人最快活 他形容人生在世 凡事不要鼎鼎 福气快乐不能用到劲 人的一生有多少朋友 都是固定的 曾经相爱过 这就够了 纵使将拥有全天下 那又怎样呢 无父无母的他 活到现在 靠的还是自己 亏为舞台17年后 他应台式华光综艺访问团 邀请赴欧公演 昔日在舞台上 演出活力四射的他 嗓音依然浑厚 唱起海鸥飞处 未曾留下地址 爱不是战友 魅力不减当年 碰到记者访问 他会笑眯眯地躲闪 不愿意重提往事 金表示 今后只想与子女 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虽然平淡 却很踏实 当被问到 还想不想再找个办 他坚定地拒绝 笑说自己爱操心 有了另一半 要顾虑彼此的生活 出门要报备 还要帮忙打理家务 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直呼这样多麻烦 我何必呢 虽然是孤身一人 但他生活得自由自在 和教会姐妹们聚会 读圣经 看古事 爱去哪儿 就去哪儿 演戏让他重燃起 对表演的热情 有人说他的人生如戏 他笑回 很多人要把我的故事 拿去拍戏 我说不用了 我的人生留给我自己 他的一生十分让人敬佩 希望他能继续 为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也祝愿他能长命百岁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